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刘金书代的故事 刘金和哥哥刘桓从小就孝顺父母 而且非常的团结友爱 后来刘金在朝廷做了大官 但他对哥哥刘桓依然千功有礼 父母去世后 刘金对待哥哥就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 可是有一天晚上的时候 哥哥叫刘金 刘金虽然听到了 但是并没有立刻过来 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他对哥哥不再尊敬了吗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 刘金树代 南北朝的时候 南齐有俩兄弟 弟弟叫刘金 哥哥叫刘桓 兄弟俩人 兄弟俩人从小就在老师和父母的教会下 懂得孝涕的道理 他们两个不仅孝顺父母 相互之间也非常有爱 尤其弟弟 尤其弟弟刘金更是特别的有礼貌 在兄长刘桓面前非常功顺有礼 长大后 兄弟两个人都取得很大的成就 刘桓成了远近文明的大学者 家中经常有文人名士前来做客 刘金为人品行端正 非常正直 因此在南朝宋太育年间被举荐做明帝的晚郎 晚郎 千亿名就唱晚歌的少年 一般选公卿以下六品子弟担任 后来 刘金被建平王刘景肃 举荐为秀才 进入军队做了大官 但他一点都没有骄傲自满 得意忘形 仍然恭敬地对待家人 刘金对待兄长总是遵循长幼有序的规矩 喝茶的时候先敬奉自己的兄长 吃饭的时候也一定首先让兄长入席 连座位也严格按照长幼有序的规矩排位 后来啊 他们的父母去世了 兄弟两个人虽然有各自的成就 但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仍然生活在一起 父亲过世后 刘环作为长兄 承担起掌管家族的责任 刘金深深懂得长兄为父的道理 对兄长刘环更加尊敬 每次和兄长见面 必定会以儿子见到父亲的礼节来对待 白天的时候 兄弟两人都忙着自己的事业 所以只有在晚上两人才能相聚 刘金无论工作多忙 一定会准时回家陪兄长吃饭 晚上休息 两人床榻 也仅仅隔着一道门 离得很近 之所以这样安排 其实也是刘金的主意 他担心兄长晚上有什么召唤 就睡在兄长卧室隔壁 因为就隔着一道房门 所以晚上的时候 兄弟两人也可以躺在床上 说些悄悄话 谈谈心 有一天晚上 刘金陪兄长吃过饭后 就回房脱衣服睡觉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刘环突然想到 有一件事情要跟弟弟交代 于是他就在隔壁房间 叫着弟弟的名字 刘金 刘金 你睡着了吗 话音刚落 刘金房间里就传来了一阵声音 刘环以为弟弟很快就会应答 结果等了很久都没有回复 心里觉得很奇怪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刘金听见兄长的呼唤后 就马上醒来了 他没有立即答应 而是先赶紧下床 穿衣穿鞋 整理衣袋 穿戴整齐后 才回答兄长 哥哥 你有什么事情吗 刘环责怪弟弟这么长时间才回应 问他在做什么 为什么叫了这么久 他才回应 刘金回哥哥说 我之所以这么晚回应您 是因为我的衣服没有穿好 衣袋没有束好 如果穿戴不周整 就到哥哥面前来 这样对您是不礼貌 不恭敬的 所以我不敢随随便便回应您呀 刘环听弟弟的话 十分感动 此后兄弟两人关系 变得更加亲密了 刘金敬重兄长的故事 传遍了南朝的千家万户 很多家长都用刘金树袋的事迹 教育自己的孩子 告诉自己的孩子 要像刘金那样 勇爱自己的兄长 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听完故事之后 你们都有什么感想呢 我发现 有些小朋友在听故事的时候 一直在摇头 你们是对刘金的行为不理解 对不对 大家肯定在想 只是哥哥叫了自己一声 刘金根本没有必要小题大做 非要穿戴整齐 再去见哥哥啊 但是 小朋友们 你们要知道 故事是发生在古代的 古代的礼教 对人要求很原格 稍微做得不符合礼教的规矩 就会受到责罚 所以刘金才会等穿戴整齐了 去见哥哥 这样才能体现 他对哥哥的尊敬和爱戴啊 刘金和哥哥刘环 都是当时很有名的人 但是他们不骄不躁 也没有忘记兄弟间的情谊 这是多么难难可贵啊 可是 有好多小朋友 他们取得一点点成绩 就沾沾自喜 骄傲自满 目中无人 大家想一想 那样是不是很不应该啊 我们下期再见